而防疫期间全台超商卖电货加油站公厕也暂时不对外开放了 防堵疫情扩散 不过几乎全面封闭辖区游气景点的观光局花东重管处 考量到人生有三级时的方便 特别风圆但是不关厕所 让民众方便同时也会加强公厕的消毒防疫工作 要让民众可以安心的方便 全国三级防疫警戒 观光局花东重管处也早早针对了辖区各游气景点 以及服务中心进行封闭管制 确实防堵疫情扩散的机会 我们所辖的游客中心跟资讯站都已经封闭 那在开放性的景点的话会劝导游客不要前往 那我们在经营的这些卖店啊 这些都还是封闭 那游客到各景点我们会刚才会劝导 然而北重受封鲤鱼潭风景区 连到中段的处本部 以及瑞穗北回贵县地标公园 罗山游气区等 到南段台东路野等地 景点园区除了是全面风源进入 重管处也考量人生三级时的方便 无源辽阔的辖区 鲜少有公共厕所的设施 因此也特别风源不观测 让想方便的民众也能方便 那当然因为游客有一些需求 有关的这个公厕都没有封闭 还是会照常提供游客使用 不过我们会要求我们清洁人员 加强的这个消毒跟清洁 风源不风测解了乡亲民众人生三级的问题 而疫情严峻期间 为了让民众安全方便 观光局华东重管处也不定时加强公车设施 及环境的消毒工作 让方便民众能安心放心的方便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导